我和妈咪一起睡 妈咪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嗯 薄莲泽缩在沈流苏的怀里 藏在暗影里的眼圈已经湿润了 这就是妈咪的怀抱 她五年没见的妈咪 从前呢,有一个国王 夜色渐渐地深了 薄莲泽在沈流苏轻柔的嗓音里面沉沉睡起 沈流苏抚身见了清她的额头 也闭上了眼睛 她一夜豪梦 懒虫妈咪,你该起床了 七点半了,我去幼儿园要迟到了 啊,今天终于你该上学了 我已经买好了早餐 你快起床洗漱 吃了送我去学校 你买了早餐 你怎么会自己买早餐的 妈咪,你不要把我当成一般的小孩子 我跟他们才不一样呢 沈流苏被薄莲泽催着起床 洗漱吃早餐 而薄莲泽呢 却反倒是淡定从容 吃过早饭之后 沈流苏急急忙忙地送薄莲泽去了幼儿园 两个人上了出租车 沈流苏这才有空看了一眼手机 他这才看到那个转账通知 一千万道账 备注是股份售卖 股份售卖 沈流苏立马查看了自己在神室的股份 果然被卖出去了 但是 这怎么可能呢 他的股份不是已经被冻结了吗 就算没有被冻结 要卖出去也不会这么快啊 除非背后有个很厉害的人在帮他 可是他刚回国还没有朋友也没有靠山 谁又会帮他呢 沈流苏把伯连泽送到幼儿园门口 蹲下身来整理他的衣服时 不放心地说道 小泽 再去学校乖乖的 好好跟同学们相处 多交朋友 也不要欺负别人知道吗 哼 我才不要和他们交朋友 他们脑子里就只有什么熊大熊二和小猪佩奇 幼稚 去上学吧 妈咪就在这边等着你放学 嗯 那我先走了 妈咪拜拜 沈流苏挥了挥手 目送伯连泽小小的背影消失在幼儿园 下午幼儿园放学的时候 沈流苏这才接到了伯运城打过来的电话 我看到你的照片了 小泽为什么哭了 您还真是过人多往事 昨天的事 今天在想起来问您觉得还来得及吗 上次在机场 小泽被人绑架的时候 你作为父亲没有第一时间出现 昨天小子在家里面被人欺负 可你这个父亲呢 过了二十个小时才来假惺惺的询问 你不觉得太迟了吗 他在家被人欺负 谁 伯少 您那么神通广大 你连连自己的儿子被欺负了都不知道 伯运城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一样的好骗 可这句话沈流苏挥是咽了回去 他直接扣掉了电话 另一段 伯运城听着手机里冰冷的嘟嘟声 脸色阴沉 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女人嚣张的态度 更是因为她话里的内容 伯运城叫来了秘书 伯少 您吩咐我查的事情我查好 那位沈安迪小姐一直久居国外 旧小少爷那天 是他回国的第一天 去掉家里的监控 马上 十分钟之后 伯运城看见了伯运 可怜无助大哭的画面 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和整个总裁办公室里的温度 却叫人的骨头深寒 齐城打了个冷战 他气也不敢出 伯运城沉默地 把那份视频拷贝下来 这样起身来 声音平稳而又清晰 安排人去幼儿园 把小子接回别墅 而他自己 则是直接回到了别墅 妈咪 抱 好了 我们现在回别墅 把昨天没眼王的戏演完 再跟沈轻巧一点颜色看了 嗯 人直接被护送到别墅里面 客厅中间还跪了好几个凶人 小子 你过来 仍旧是命令的口气 伯连泽不乐意的 继续往沈流苏的背后缩 不去看他 小子 你爹地叫你 你怎么不听话呀 他一个万人黏在一起干什么 他不是万人 他怎么不是了 他背景不清不白 他把你拐走一天一夜 电话也不打一个 少担心得要死 平称 我看 他肯定是给小泽下催眠 洗脑了 不然小泽平白无故的 怎么会跟他那么亲近啊 他在机场的时候 救过小泽的命 那也不能说明 他就没有其他的巨星啊 他昨天可是把小泽拐走了一天一夜 伯连成忽然勾成笑了一下 他招手叫了齐程 把他拷贝的监控视频放了出来 画面一出来 沈轻巧顿时就白了脸 他心虚地捏紧了手指 小泽明明回来过 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开门 谁给你们的胆子 敢把我儿子关在外面 沈轻巧的思绪飞转 马上对着佣人们质问 小泽昨天回来过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 还把他关在门外 你们是不是想造反 把我关在外面的 不是你吗 如果不是你的吩咐 他们怎么敢那样对我 怎么可能是我 小泽 你可是我亲手抚养长大的 我哪里舍得让你受苦啊 这里面 肯定有误会 他胸狠地质问着贵者的那些人 说 是不是你们 是 是我做的 卢云辰看着 薄莲泽对于这个女人满心信任的模样 眸光变了变 可最后也只是挥挥手同意了 水龙苏牵着薄莲泽回到了卧室 你看 反击回去其实也不难 所以 以后沈青桥再欺负你 你可千万比便宜的 以前我是不想和他计较 不过现在 不一样了 当然是知道了 你是我的亲手妈咪 我以后一定要好好保护你 薄莲泽在心里暗暗想到 妈咪 我今晚就想学钢琴 好 我们吃了饭就去学 晚餐 薄莲泽是直接让送到房间里的 他和沈流苏不下楼 一起用餐 沈青桥求着不得 转头就换了一张可怜脸 去薄莲城面前撒娇认错 同时还不忘明里暗里的 说沈流苏的坏话 沈安迪会一直留在这里 这件事情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小泽一天之内接连出事 都是他在照顾 而你 你需要好好反省 说完之后 薄莲泽直接上楼 是我看小少爷亲近别的女人 而不管太太的感觉 我记不过 就想让小少爷之错 都是我的错 你怎么能这样 小泽还是个孩子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先生 您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小泽 你要怎么数值 我不知道 所有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人 全部收拾东西滚出去 包括管家 英春 你也想一起走吗 沈青桥再也不敢说话 眼睁睁看着他一半的心腹 被扫地出门 这种事情 别让我再发现第二次 要不然你们所有人 谁都别想有好果子吃 沈流苏目送这些离开的庸人 眼底暗沉 因为这只是开始 伯连兹拉着沈流苏的手 说累了 想要回房间 沈流苏看见了伯云琛 伯少 那我跟小泽就先上楼了